大部分国家都将1月1日定为新年的第一天,不过也有许多的国家新年设立会有不同的日期,今天小编带你一同来了解一下。 由于中国实行两种不同的立法,新年也会有不同的定义,按照公立每年的1月1日为元旦,按照农历每年的正月初一为新年。 柬埔寨以释迦牟尼生日为祭园,每年的佛利5月,也就是公立4月14日至16日为新年。 泰国把宋干节及求雨节,5月13日至15日作为新年。 埃及人把夏至基本在6月22日,即天狼星和太阳一同升起,迷路河水上涨的这一天当作元旦。 埃塞尔比亚以8月11日为新年,这时雨季即将结束,收获就要开始。 缅甸以10月中旬的跨朵节为新年,印度有些地方以10月31日至11月4日为新年,称为和利节。 菲律宾则把民族英雄宝塞尼萨尔就义的这一天12月30日作为新年。 尽管各国对于新年的日记会有所不同,但是大家对于新年的祝福都是同样的。 祝大家在2020年开开心心,一切顺利。